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刚才老编给大家介绍了 美国会他向五甲大楼致函 要求研究海上封锁主要交通要道 阻止中国的海上贸易 尤其是化石蓝料的运输 老编刚才已经跟各位讲过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这是在讲故事 那么老编也说过 如果他这样对我们的话 那么就视为对我们宣战 那么我们只能够三维一体和打击 进入预警发射状态了 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回击美利坚合众国 所以说美利坚合众国 他真的敢这样子干吗 老编说过他不敢 因为真的敢这样子干的话 他会有这样的类型的演习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演习 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整个印度洋 中部到北部地区 它其实离中国的国土面积的直线距离 并不遥远 也就是说这一条线 全部处于我们的导弹的射程和打击范围之内 而且这一线 几乎都有我们的潜艇在这里埋伏 印度洋的海底里面有很多中国的潜艇 我就看看他们想跟我们怎么来玩 攻击型和潜艇都在这个地方待着 所以我说过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本次军事演习有几个特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种军事演习 它其实不是叫军事演习 我认为是战争状态更加贴切 为什么 全都是挂的实弹 全都是满载的这些实弹 都是处于预警发射状态 然后就挂在战机上 就是属于现在这种 这种就不叫准备了 因为准备完毕了 就是我前面的单兵的军事演习 联合各军兵种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 我的战术演习 全部都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全部都带着这一些 我要打仗的这些家伙 全部都上战场了 也就是说等你 就等习近平在山东 只要一句话的事情 只要这样来一下 这样来 比如说 立件行动开始实施 一句话下去 马上这边就可以干了 你要知道他这一次的演习 我估计我们这些解放军 这些兵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就还像平时状态一样 是突然之间来的一个拉链 就要检验你这个打赢能力 到底怎么样 突然之间就直接拉出来了 直接就上战场 展现实时的军事动态 能启动 什么叫能启动 就是这个状态 比如说 莱尔还在 后勤搬他妈的洗碗 我还在洗碗 吃完了 他们在那刷那个盘子 紧紧集合 马上就过去 那些东西全部 那个被子什么 这些东西全部都打包好 全部都集合武器 全部都弄好 枪全部都领好 全部都弄好 然后他妈就直接就开上前线去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解放军的登陆部队 在台岛周围 全部在进行 正儿八经的 冲 这个就是说登陆的 这个 试验 全都是小艇 一丝丝小艇 也就是说 解放军并没 就是解放军最终打台湾的方案 我已经看到 我大家已经看到了 没有 用大兵力和大梯队去打台湾 没有 全都是精确的 这种小分队 迎群作战 去打这个台湾的 讲究的一个高效 就是说 什么讲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以前很多网友都打过这个魔兽争霸 对吧 他有智力型英雄 敏羁型英雄 和力量型英雄 我们这次没有用这种力量型的这种手段 而是用敏羁型的这种英雄 打这个王者龙耀也是 他可以选这种敏羁型英雄的嘛 也就是说 用这种攻击速度 像他妈的剑圣 恶魔力手 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打法 去他妈打 而不是说 用那种 比较移动比较慢 但力量比较强大的那种英雄去干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操作方式 但是主要的重兵是压在哪里 是在南 就是台湾的这个南北的 这两侧 一个是防范这个菲律宾这边的美军 有什么动向 这个这一点 我看那边是重点 因为到那边去演习的这个解放军 他主要是趋矩制的 然后呢 就是所谓的登陆啊 也都是快速反应部队 就是海上 快速反应部队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不是那个打击群打了 不像我们96台海演习 到那种 规模非常大 卧槽的妈的那种 排山倒海式的那种 已经不是那种概念了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是联合作战 联合指挥 还有一路的重兵 就是在针对冲绳这一边 而且解放军也明确 东部战局也明确讲了 对待这个捣链 也进行这个军事演习 就是说 这个军事演习 还有把美国加重 那空军基地也算进去了啊 这个就是很特别了 这就是昨天为什么华春莹 会突然今天讲说 琉球不属于日本 开罗宣言 只有北州 九州 这个本州 四国 和北海道 是属于日本的 但是这个琉球不属于的 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随时随地在这个地方 就给你开干 还有就是我说过 西总在山东 选山东 在这个时间点 选山东 绝对是要求山东 这个地方的这个部队 做好这个战斗 战斗准备 也就是跟北部战区 都要打好招呼了 这个防范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地方 也有什么这个动向 同样最主要就是防范 这个驻海美军的这种动向 周日美军 其实离我们的距离 还是蛮远的 所以说这次解放军的这个 这次的这个 等于说 整战争 战争状态 战争状态 他包括把美国 都列进去了 所以说这个 不是闹着玩的 那么美国的 他的这个反应 在我看来 也没什么反应 美印太副司令 印太地区的冲突 将具有多大的破坏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美国印太司令部 副司令 斯克伦卡 中将周四表示 中国23年 在台湾海下举行军事演习 演练了 所谓 入侵台湾的关键演习 基本上 实际攻击 并非迫在 没结合 不可避免 斯克伦卡 在坎培拉 发表讲话时说 在去年演习中 解放军模拟了 对台湾的海上 和空中封锁 两栖攻击 和反截入行动 他指出 解放军继续演练 潜在军事入侵台湾的 关键要素 但他发表讲话 前几个小时 台湾军方在中央大陆 开始在台湾岛周边 进行危机两天的 惩罚性演习后 与周四动员的军队 中方称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 挑衅的严重警告 斯克伦卡说 中国军事演习目标 是22年以来 对台湾持续施压的一部分 这一点他是说错了 从2020年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家伙 他在这里讲这些话 其实在我看来 是要为将来 印太司令部 没有介入反武统台湾 这件事情而开脱了 从22年开始的 然后还有一个 他说是2027年之前 2027年才攻台 那么到时候就可以 向国会讲了 因为我们准备的是2027年 不是现在 现在我们没有准备好 我们也没有应对的预案 他们到时候肯定是 印太司令部 他是肯定是要开脱的 大家想想看 印太司令部 是个什么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员 为什么老是跟谍的那么迅速 其他的战区司令员 好几年才跟谍一下 他这里为什么跟谍这么快 就是谁他妈都不想 接这个烫手山芋 在谁的论内 他妈在这里开干了 你没啥作为 你就是升官就升不上去了 对吧 然后也如果跟中国真的干起来 那也是像麦克阿瑟尔一样的 就这辈子就毁了 一世所谓的装逼的英明 就没有了 就像这个菲律宾的西部军区一样的 并不想跟中国干仗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 司令的这个讲话 你待会我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今天说 这个加仇纳空军基地 他不停地飞RC135 这个飞机过来来侦察 但是没有 解放军的战机都在空中进行拦截 就是他只要过来 就拦截 就是距离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演习区轻滚弹 都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呢 美国今天那个飞机飞的 不停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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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解放军在演习过程当中 也是模拟对他这个地方进行打击的 所以说呢 我在想 是不是帕马 解放军导弹直接正轰过来了 所以要保持这个 战机的这个完好性 全部都先起飞吧 因为在这个陆地上的话 可能会被中国给消灭掉 就跟这个伊朗炸这个以色列一样的 战机的 紧急都起飞 来不及起飞 他们都被炸坏了 有的F35i都被炸坏了 有些赶紧起飞 赶紧起飞 不要在现场待着 赶紧起飞 到时候被炸没了 所以我看美国 加仇纳空军基地 你说你出来侦察机也就算了 你说你那些余音 他妈都大量的起飞干什么 还不就是怕被解放军 真的要是干的话 解放军导弹就过去 这就是他的应对方式 所以台独就别再幻想 说美国会来帮你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在那边 就这样的规模的军事演习 他还在讲是27年要打 不是现在 是27年要打 所以大家想想看 你看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 他有任何的作为吗 他有什么军舰都过来吗 然后他什么事 好像宣布了一个环太平洋军演 环太平洋军演说实话 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军演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就是政治军演 带了一群那么太平洋的国家 跟美国一起皮疗皮疗尖的 然后说什么 然后再又出牛逼吃人家豆腐 说主要什么 要打赢主要某大国 那你这里面印度尼西亚 什么国家都要来打中国 这里都要来打中国 新加坡都要来打中国 对吧 无非是装下逼来引导一下 我是这个地方的大哥大 都是求爷爷告奶 来得来的一个军演 这种军演有意义吗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有一个 美国驻华大使称 民主受到威权国家的攻击 美国驻华大使 尼古拉斯伯恩斯周三向 哈佛大学学生 发出严厉警告 称民主正受到威权国家的攻击 同时强调社会需要接受 尊重不同意见的艺术 那么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都要说社会需要接受 尊重不同意见的艺术 那么为什么你一定要搞这种二元对立呢 你不能接受我们吗 民主威权 为什么就是势不两立的呢 为什么不是制度的多样性呢 对吧 你都已经说要尊重 接受尊重不同意见的艺术 那我们以我们的不同意见 你尊重了没有 你没有尊重啊 那你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内政呢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情况在我听起来 就蛮扯淡的 民主受到威权国家的攻击 美国有民主吗 美国有民主 为什么学生抗议 你们要去打他们 你们要去抓他们 他们不是可以自由地表达吗 美国不是自由的国度吗 所以这一套 美国是民主的这套话术 已经在打自己的耳光了 这种双标令人不齿 他们自己老百姓都不相信 所以说呢 现在整体来讲 我没看到美国有任何的作为 我也没看到台湾有任何的反应 而且中国这个解放军 还这个喊话 喊话这个台湾的937件 53的937件 听明白了没有 你要为台独效力 你就他妈的死路一条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份名单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就是这个 有网友发给我的 就是说多位台独 多位台湾的这个议人啊 转发 祖国终将统一 首先一个就是这个 转发的都有谁啊 侯佩晨 欧阳娜娜 还有这个杨宗伟 陈伟霆 惠英宏 还包括王嘉尔 王嘉尔当然是 这个属于是香港级的少海人啊 然后 然后这个 呃 少海级的香港人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明星 但是台湾也有大量的明星 没有就此表态 表态的这几个明星 我们欢迎他们来中国大陆 包括欧阳娜娜娜在内的这些明星 欢迎来到中国大陆来商业 来赚钱 来捉票 来捞票 啊 对吧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啊 有钱的捧捧场啊 没有 没有钱的捧个人场啊 就这么一回事 啊 非常感谢你们的啊 这个正义的这个转发啊 说明你们是 有识之士啊 还有一些 这一次没有表态统一的 祖国统一的 这些台湾的明星 我看名单有一有一大串 通通他妈的猎路 他妈禁止往来 啊 两岸往来大陆的这个名单里面 他们已经不配再来大陆了 因为他们是支持台独的 现在我就是也要让你们来选了 啊 你们不是选他妈民主跟威权 我都没人来选 你到底是 我们就是威权 你他妈的支持不支持威权 你还支持民主啊 支持民主就就不要来中国大陆 来威权这个国家来捞钱 因为太脏了 这些钱太脏了 知道吧 因为是威权的钱 是独裁的钱啊 所以你们去赚民主的钱啊 到民主国家使劲人去赚钱 好吧 所以说 到这个时刻了啊 还没有政治觉悟吗 我就觉得你们这帮人啊 他妈的活该啊 到以后就通通都给你们收拾你们啊 人民群众会自发的抵制你们啊 别来大陆来捞钱了啊 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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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看不起 你妈的这帮叫花子啊 谢谢各位支持 这帮 Ghost 我给你钱住了 蓝重的 剧场